一切祝福 都是念阿弥陀佛 臣佛的 没有例外 你相信吗 所以 佛 挣得圆满的 国具 这就是圆满的 回归自信 把这个 来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 这是祝福所行的境界 这一句话 就是明白在此地 告诉我们 一切祝福 都是念阿弥陀佛 臣佛的 没有例外 你相信吗 我读华严金 五十三层的第一层 吉祥临比丘 跟善才同志讲 二十一种念佛法文 我是讲出来了 但是想想不够透彻 为什么那个时候 还没有今天这个境界 可是我说出来了 二十一种念佛法文 包括 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菩萨 所说的法文 一展开 门门 都是念佛法文 古道的说的 没错 每个法文 都是念佛法文 但是 念阿弥陀佛 这个法文 直接了当 稳当 快速 容易 成功 搞 究竟圆满的过去 唯佛与佛 能究竟 究竟是 确定明了 性向离世应苦 到成佛 你才明了 菩萨不行 菩萨对这个事情 他所能够了解 福在经上有个比喻 叫各罗望月 罗什么 罗望 很细的 凌卢手段 很细的 透明的 像沙亚 还透明 比沙还要细 你可以能够 各道 看到外面 各这个 看月亮 这是菩萨 对这个法 他能够理解的 所以说 非九戒 自灵 九法戒 特别用个自灵 如果得佛加持 你能信 能解 没有佛力的加持 凭自灵 你决定没办法 这里也透了个信息给我们 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 能信 能解 还要真干 你就想到 你得佛力加持 你要不得佛力加持 做不到我 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就是佛有缘 这就是有感 我们想学 佛就有缘 佛就加持 我们 帮助我们 信心 帮助我们 能理解 帮助我们 修行 正苦 到灵命中时 佛来 接人 那就是 真了 信 结 行正 在一生当中 完成 所以佑约 这还是弥陶要解 那个说的 举此体 提是什么 提是伐戒体 就是自信 还原观里面所说的 自信 亲近 愿民体 就是这个 先熟过世这句话 跟经上讲的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的相 是一句话 是一个意思 你看自信 秦金 愿民 说了三种事情 这三种事情 发生 薄弱 邪徒 明是智慧 亲近 是德行 圆满 是向好 自信 亲近 愿民体 这个 这个 发生 薄弱 向好 这信 德 全部 抱在这里头 做 弥陀 神 土 弥陀的身 称 惩罩 神 弥陀 说 居立 过土 叫 净土 你看 法界 就是 这些 那 身土 都是 信得 自然的 流露 佛经上 法 而 如实 一皆 举此 题 做 弥陀 名号 这个 题的 称号 就是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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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弥陀 名号 其众生 本具 而立体 本具 就是 自信 本具 的 剥弱 智慧 离 是 离心 离的作用 是死 信的作用 是下 你看 信下 离死 是众生 自信里头 本具 的 不是 从外 出来的 这是 说明 阿弥陀佛 名号 与一切 众生 的 关系 阿弥陀 不是 别人 真的是 自己 这不能 搞错了 自己 本来 是 佛 华阴 经上 佛 说了 多少 次 自己 本来 是佛 现在 念 阿弥陀佛 就是要成佛 你想想 能不成佛吗 自己 本来 是佛 现在 再要 作佛 念佛 就是要 作佛 那我们就不会再怀疑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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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